这是我第一次杀伤 我从妖兽体内取出一颗内弹 然后直接吞服进入体内 本以为我能够神清气爽轻松升级 没想到我还是大意了 妖兽内弹聚集了这头妖兽所有的能量 瞬间被我吸收 我感觉头痛欲裂 于是我尽力压制这股外来力量 经过一个时辰的生死挣扎 我终于完全吸收了这颗内弹的能量 然后等级直接提升到修真界最低级的先天境界 于是今天的任务算是完成了 当我们通过传送门的时候 一股强大的能量出现了 我们要找的那座遗迹蝶月宫终于出现了 经过交谈我才知道 这座宫殿的主人 正是寄宿在我体内的异性灵魂卡莲 于是我们一刻也等不了 奔着宫殿就去了 毕竟早点找到遗迹内藏着的灵源 我就可以早点恢复男儿之身 不过在遗迹现身的同一时刻 另一个修仙者也感受到了遗迹的气息 原来这个美少女也是一位修仙者 并且还是卡莲的师妹 看来他们的故事真的不简单 接着我们就来到了遗迹的最外层 卡莲告诉我 跌跃宫内机关重重 我们要小心谨慎才能通过 因为现在已经过去千年 当年自己亲手布置的机关 因为过于复杂 自己现在也记不清楚 如果贸然闯进去 稍不留神就会灰飞烟灭 走着走着 一头幽灵狼就出现在了我们的面前 看看这个恐怖的眼神 我直接被吓傻了 正当我犹豫不前的时候 卡莲告诉我 这头狼正是当年他喂养的蠢 没想到现在已经长这么大了 听到是自己喂养的 我这才松了口气 几经波折 我们终于来到了宫殿门口